这黄中太强了吧 一个人轻松压制对面射手辅助 黄中打法思路分享 哈喽 大家好啊 我是小龙 我又来了 这一局给大家表演一把黄中射手 射手黄中 出门学二技能 咱这边的阵容 小张飞 干将莫烟 你姓陈耀金 这一把还行吧 这个阵容 出门学二技能 主要是用来换血 然后打消耗的 还是我觉得比较好的 还可以开开视野 对不对 这边先不要急 能摸对方一下 就摸一下 一个二技能一给 点 对不对 点两件 再点 一定要保证安全的距离 点人家就行了 再一个二技能一给 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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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出闪现 再点他 再点他 对不对 玩射手啊 就普通攻击 点就完了 这边对方两个人都残了 不要怕 对不对 二技能再给 再点 一技能开起来 点我就不信 你点得过我 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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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击啊 哎呀 我去 你回头打了个小兵 暴击了 你说这气不气人 来一暴击就死了 这边干将之人过来 给他扎死了 漂亮 对不对 这边再把核线 点 收掉 回家接一口药啊 不用回 不用回基地了 这边啊 张飞过来了 咱不怕 给个小炮 对不对 给一个护盾啊 荆轲过来 一技能闪现 拉开 不要怕啊 继续点 点 哎 还想切我 我在一个二技能拉开啊 黄张的 黄东的二技能要多用啊 因为他是一个 加护盾有伤害 还能 给对方带来 还一个减少一速的效果啊 我觉得 黄东的二技能是神技啊 用的好的人 对不对 可以无伤换血 用的不好的人啊 那就是随便瞎丢 你现在偷龙 上路啊 还是两个人 好 这边我来到了四级了 对不对 来了四级啊 那他们的日子可能就没有那么好过了 兄弟们 他刚跟我玩消耗啊 鱼鸡 他跟我玩消耗 他玩不过过 这边等冰险啊 等冰险 先不要着急出去啊 这边啊 对不对 小炮一架 跟我抢核蟹 啊 啊 轰死 再来一炮 一个核蟹引发的血案 这边给个小泡泡啊 中路打起来了 上路基本上应该是没人过来啊 咱这边就压了凶一点 没有关系 金科也在中路路视野了 转这边啊 把射手压在塔下 哎呀 当大招刚刚好 不然这好 小炮一架啊 又得消耗一波 第二波冰线过来了 这边啊 推过去 推过去 我准备架炮啊 压他 一个二技能一给啊 没踩 对不对 咱 拉到极限普通攻击距离啊 就这么点人家就行了 对不对 哎 金科过来 没关系啊 不要慌 不要慌 这个时候往后拉 哎 死不了 死不了 前期伤害都不高啊 对不对 黄中的一技能 兄弟们不要乱丢啊 一个是什么时候丢 告诉你 一个是追人 或者是逃跑的时候用啊 还有就是你加炮的时候啊 收炮 可以直接用一技能收 这边再把和蟹一拉 对方人都消失了 嗯 这个鱼过来 小电刀一出 这个时候打人有点疼了啊 金科过来 他切不到我啊 我这个距离保持的非常life 嗯 上路有三个人 金科圣手加鱼啊 这个时候要小心一点 对不对 这个时候不要压他们家塔啊 金科不不在地头上露视野 咱就不出去啊 咱就要猥琐一点 嗯 耍师过来啊 这个时候队过来了 咱就小炮一架 对不对 打一波消耗 哎 打一波消耗 不要急 都兵先进去啊 点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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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点 点 我点 再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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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塔收掉 再拿钓鱼机的人头啊 这个时候辅助过来 再送一个人头 对不对 买一送一啊 中路打起来 咱上路肯定是安全的啊 中路法师死掉了 这个时候带掉一塔 怎么办呢 这就去啊 自然 对不对 去游走了呀 然后啊 这边啊 五干二 我拿三个人头 一个主攻 说明这边 咱这边除开我之外 还是属于小女风啊 中路塔已经没了啊 那咱再来到下路 首先把他们所有一塔 先拿掉之后 再打团战啊 对不对 这边我带着张飞过来 这个一塔肯定是 稳稳当当拿掉了呀 点点点点 哎 非常之nice 这边拿掉一塔 干什么去呢 去中间集合了 哎呦 这边干匠有危险 自然过去 一个二技能 一给 追着A啊 荆轲还在附近 这个时候 我感觉打不了 小船过来了 有危险 有危险 前后都是敌人 我这边边走 边A 边走 不要轻易加炮 这个时候 对不对 再边这边啊 这个时候再加炮 对不对 好 再轰轰轰 为什么第一时间不加炮 兄弟们 这边我待会儿还说啊 这边闪现 他叫闪现啊 很果断 对不对 金克没事 他打不死我啊 哎哎哎哎 直接拿下 没有关系啊 好 这边我刚刚分析一下 刚刚为什么 我说不要轻易加炮啊 刚刚那波不加炮的原因是 如果说你一开始就加炮 对不对 你一加炮 对面肯定会激活你啊 你这样的 你这样不加炮 其实点的话也很痛 这样你是流动的啊 人家就没法锁定 你知道吗 一定要打到 嗯 快中 就打团战的时候 打到 打到差不多的时候啊 加炮 一个是啊 要么你们这边有残血了 你保护一下 你方的残血 还有一个就是 对方如果说有人残血了 对不对 你加炮 给他远程给他收掉 哎 这边加炮 想抢这个红 没抢到啊 你看到没有 你一加炮 人家就可能就开你 对不对 这边我没有办法 我能不能换一个啊 走不掉了 身侧的大招加一技能 加炮 因为我三秒钟 最起码不能动 然后金车 金轲这时候过来了 啊 这就是 有点飘了 一个红引发的血案 对不对 这么玩就不行啊 兄弟们 但是不要急 对不对 我黄宗还是有点 有点那个小水瓶的啊 嘿嘿嘿 在这边 在这复活啊 那边金轲 我不在 他很凶 对不对 拆掉我方一塔 这边没有关系啊 他们好像都在下路 这个时候往下路集合啊 射手在这边啊 下路赶紧去赶紧去啊 你信坚持住 果然没坚持住 好 这边啊 这边打起来啊 我先把这个冰清掉 清掉冰 清掉冰 我发现 我发现咱这边缺少控制啊 留不住人 发现没有 要是说 如果说有一个 很好的控制的话 比如说 东黄 比如说 牛扇 对不对 比如说 张良啊 是很好 就是说 他只要一控制住 我小炮 伤害贼高啊 两炮就给点死了 这没有控制啊 就打的就比较 不是特别好拉捏 他们 因为他们随时都能跑嘛 这边拿到红之后 来中路河道开视野啊 占据中路河道 鱼在上路带线 我方程要真也在下路带 这边啊 要包一下这个鱼吗 包鱼 我感觉打不死他呀 把兵线收掉吧 哎呦 这边漂亮 哎呦 开船过来了 张飞挡一下 嗯 漂亮 我这边这个位置可以加炮 轰轰轰 看到没有这伤害 击崩就没了啊 对方还敢跟咱打吗 对方已经损失两个人了 陈小金还在下路带 这边啊 直接开楼 没什么毛病 对不对 对方损失两个人 他肯定不敢过来 哎呀 他切我 没关系啊 我直接点他 点他 这个时候不要背面给他啊 直接点 然后这个鱼也是来送死的 鱼没有任何作用 我可以这么理解啊 在我黄中面前 他没有任何作用 唯一的作用就是帮他们队友扛点伤害 打金科的话啊 必须啊 你如果说你状态好的话 不要怕他 知道吗 给二技能之后啊 点他就完了 哎呦 这边他撞我 我伞线拉开 哎呦 秀你一脸 你这边死了吧 对不对 刚刚船过来 不要急啊 一定得等他的船快要撞到你的时候 伞线拉开 对不对 不要伞线焦躁了 伞线焦躁了 他还会继续追你的啊 这个小细节 兄弟们要注意一下 对方的金科的话 切我的话 他不是特别好切 有一说一 首先我二技能有个护盾 张飞如果说他能看得见的话 再给个护盾啊 他基本上就切不动我了 对不对 哎呦 这边陈耀金死 单死 陈耀金死了 这边漂亮 金科扎死了 哎呦 非常顾的啊 我就喜欢队友玩干将啊 玩干将的队友 才是好队友啊 玩米莱迪啊 玩那种 混子的那种法师 就不是好队友啊 对不对 好 这边给个眼 再开龙啊 对方因为这一波 金科不在 注意看 对不对 这个龙肯定是能拿啊 要果断 对不对 不要晃来晃去 没得干啊 他们赶过来 我小炮一架啊 直接拿下 现在不能架 不能架 那个顺侧啊 好 这个时候可以架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龙没多少血了 强心抢啊 不要一开始就架 一开始架 孙侧 你这不给他当靶子吗 对不对 孙侧那一套 还是很脏的啊 打我 把上路兵线收掉 收掉之后 中路 对方人都复活了 这个时候注意一下 你主要注意什么啊 注意对方的身侧 开没开船 金科的位置在哪啊 注意这两个人就行了 其他人你不用管 对不对 这边啊 上路 尽量跟队友走一块啊 不要单走 这边看到没有 这个猪 这个这个 这小金 哎呀 我这边架炮 救一下 陈小金 谁还敢追 看到没有 我一架炮 身侧就跟后边开船 看到没有 撞墙了 笑死我了 所以说 黄中不要一开始 打架 有架船 不是架炮 对吧 嗯 这边追一下身侧 嗯 身侧反打 那他死了 但是他换掉了 我方的干将墨烟啊 有一 所以这个顺侧的意思 还是比较好的啊 知道跑不掉 反打换一个 对不对 我一架炮 对方就不知道 从哪开船就过来了 看见没有 这就是对抗路啊 对抗路就得这么玩 兄弟们 他的眼里只有我 还有我干将墨烟 这就对了 不像有的人玩对抗路 不知道打谁 对不对 这边你信 居然不把红给我啊 居然不给我面子 好 这边 金科打一波消耗啊 但是你消耗陈小金 好像没有多大用啊 红必须得让黄中了啊 对不对 后期 如果说黄中这么大的优势的话 一定要给黄中 你拿红 你看到没有 要送给别人 这边没有任何办法啊 咱这边加炮 消耗一下 你看到没有 一加炮 他就过来撞我 我这一边闪线 拉开给个炮 往后拉 往后拉 不要慌 不要慌 往后拉 这一波有闪线 所以说逃过一截 金科在这儿 不要怕他啊 直接点他 对不对 他刚刚要踩到我的炮 他就死了 他还好反应快啊 小伙伴们说 为什么踩到你炮就死了 这个 我给你分析一下 踩到炮 他首先一个减速 给一个小伤害 然后我加一个护盾 对不对 他基本上还没走到我面前 他就要被我点残 因为我现在的装备 黄忠伤害贼构啊 主要这一把 不好打的原因是没有控制 好这边 他过来切我 好多人过来切我 这边他们队友 全部跑了 不帮我挡着啊 这也是啊 没有配合好兄弟们 我就说了 黄忠不要先架炮啊 这就是一个事实的证明啊 先架炮的黄忠会被激活 其实如果说女风啊 要如果说有黄忠的话 也是一个有点肉的英雄啊 尽量帮黄忠走在他面 走到他前面左右来回 开视野对不对 这样的话 黄忠的话 他就有输出环境 不要害怕 黄忠只要架炮 他们只要敢冲 你只要如果说 能给黄忠争取一到两秒的输出环境啊 那基本上对方就爆炸 对吧 刚刚那一波很明显 队友不相信我的伤害 直接跑了 这就很伤 所以说下一波 我是不可以轻易加炮了啊 对不对 除非是有残血 我就加炮啊 他要切干将 这一边啊 没撞到 还好还好 这一把说实话 我真的很强 但是队友呢 又没有控制啊 都是游来游去的那种人 那种英雄 虽然说能扛伤害 哎 荆轲他想切我 看到没有 我两炮 三炮 直接点残 看到没有 稍微队友 给我限制一下 他就死了 可惜没有这种队友啊 这边我被消耗掉了啊 那个干将消耗 对方的那淫症伤害贼高啊 3-0没死过 对吧 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这就是我方的对抗路和打野 导致的他没有死过啊 我方的对抗路和打野一直给不了对方的法师和射手的输出环境啊 就是限制不了对方的射手和法师输出环境 所以说导致他现在这么膨胀 你看又追不到了 看见没有 这就是一个不好的表现啊 好 这边我点 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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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方就我和干将 对不对 你保护好我们两个人这把就好很好 好 这边诺丹一个射手 漂亮 抓死掉了 但是这边小船开了 嗯 他以为能自然过来啊 好 这边死掉一个人 我就着急直接开笼啊 直接开笼 这个意思啊 打野是没有的啊 这个意思 我方的都不知道谁打野 是陈小金还是那个 你信啊 你信你看到没有 他去干啥去了 这个时候肯定是要过来抢这个火 那个主宰的啊 还好主宰差一点比抢 我这边啊 没有办法 贴墙直接把那个 对方的死辅助给杀掉 说一句实话 这一把陈咬金还有那个理性 玩的很一般啊 细节不多 拉楼也不痛快 对不对 中后期还抢抢皇宗的红buff 从这几点看出来啊 就玩的一般 为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对方的银子 没有死过到现在 对不对 你这就很失职了啊 这一把 中路有冰险 对方死掉两个人 陈咬金啊 这个时候跳下去 需要开龙吗 不开 可以开龙啊 这一波 他们不开 我不知道他们晃来晃去干啥 对不对 兄弟们 亲小野怪也不开龙 这个时候蹦下去开龙啊 非常畏畏啊 对方打野复活了 两人蹦下去开龙 开就开吧 只要他们开 我就有信心能给拉掉 对不对 如果说让一个队友指挥着你玩啊 那就说明这个游戏 你玩的不是太近 这个位置最起码 你玩的不近 这边小圈开了 注意啊 撞谁啊 撞墙了应该 然后这边上路兵线 直接架炮轰啊 直接轰啊 直接轰 先打一套消耗 后期十秒钟一个炮 对不对 这边干扰焦了 点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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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科在下路带线 这个金科家不要了吗 小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范围一开直 架炮 火力压制 对不对 他开船转我 我这边应该死了 没有办法 兄弟们 对方的这个对抗路 说实话 玩的非常好啊 那为什么这一把 你说玩的非常好 为什么这一把 赢不了呢 他们 那就得找找 其他队友的原因了 对不对 首先这个银阵 你其实玩的还行啊 对方的原因 我觉得就在射手 还有辅助上面了 对方 对不对 玩的就是 不是太行 这边对方死掉 四个就一个银阵 上路兵线过来了 能不能一波啊 银阵手家有一手 嗯 兵线过来了 银阵好像清不掉 漂亮 直接拿下手了 最强王者26星 金牌射手 M为品领手 当然1330% 37.8%的输出 这一把黄中 12.6的评分 兄弟们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关注哦